这个男人真是个老六 只要玉玲解开自己的束缚 那么他就答应成为对方的信徒 但等到兑现承诺的时候 为了打败盖亚救出男主 所有村民开展了爱豆演唱会 以歌声增强名剧力 随着信仰程度不断加深 阿塔尔的体内爆发出了超强力量 随手一击斩断了低风的两个头 下面的利休和图景也不甘落后 对外兽发动了核体积 利用擅长的魅惑能力让低风自相残杀 一番操作下来 低风只能被动挨打 但游戏看出来对方并没有这么简单解决 话音刚落 低风断掉的地方瞬间重生 然后对着他们就是一波激光扫射 这时玉玲也用能力勉强束缚住了低风 盖亚看罗莉挣扎的模样甚是可爱 但玉玲体内的力量根本拖不了多长时间 男主这时却突然把盖亚叫了过来 用头锤让自己变得清醒 刚才被盖亚下药才导致大脑无法思考 而玉玲这时却突然说自己有个取胜方法 那就是男主变成自己的性命 这样的话 他的力量就能获得超级提升 秒天秒地都不在话下 男主同意了玉玲的方法 但前提是先把他的束缚解开 这点小事玉玲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释放力量帮男主恢复了自然 何等他让男主当自己的幸福时 这家伙竟然反悔了 用自己意识模糊为由拒绝了玉玲 小罗莉气得七窍生烟 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个时候 男主起身就像盖亚工具 可结果却被对方按在地下摩擦 他的近战能力比洛基和图吉尼都要强 还好男主之前把指挥权交给了优袭 这个天才少年见形势不容乐观 只能让大家进入第二阶段 用满满一屋子冰淇淋收满了阿塔尔 然后让妹子上台演讲 他告诉下面的村民 自己想做回普通的女孩 打算从教团毕业不再当神明 虽然村民们极力挽留 但阿塔尔心意已决 承诺不当神明之后 他会反过来服侍信徒 经过利休的丛旁协助 阿塔尔的信徒顺利转移到了玉灵身上 数量达到了恐怖的三万多 拥有强大力量的玉灵终于可以不在地上 召唤出树人打算攻击低风 男主也趁着盖亚分神至极 朝对方发起了攻击 仗着自己的不死之身 他像疯狗一样扑向盖亚 顺利给对方造成了伤害 可盖亚却一脸不屑 即使男主不会死 那也会有痛觉和恐惧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 他成功用触手再次束缚住了男主 然后决定杀到他因痛苦而疯狂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玉灵的植物穿透了盖亚的身体 原来男主只是想吸引他的注意力 为的就是掩护玉灵发起攻击 打败了盖亚 外面的低风也请客间土崩瓦解 等众人赶到时发现男主正在被玉灵公主 看着重伤的盖亚 凯拔刀就准备上前报仇 但旁边的西安却拦住了他 请求男孩不要杀死盖亚 剑状玉灵却在旁边煽风点火起来 还好男主及时捂住了小萝莉的嘴 在西安的不停哀求下 凯还是扔掉了手里的刀 将盖亚交由西安处理 盖亚活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只想快点解脱 他生下来就被家人利用 摆脱后又被王国改造成为神 当成维持国家的工具 这时西安突然问他当初 为什么想创建家庭 盖亚不像西安在黄多的那种模范家长 她有过思考和迷惘 但还是在努力经营着家庭 虽然最终也没搞清楚家庭究竟是什么 西安觉得这样就好 以后再一步步找出正确的爱 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 危机解除的众人开始狂欢 品尝到冰淇淋美味的阿塔尔 竟开始怂恿孩子们崇拜冰淇淋 黄毛希望阿塔尔能兑现其演讲说的话 但下一秒他就被利休派人带走治疗 男主把盖亚和孩子们留在了教堂 为了防止盖亚擅自行动 他会让凯负责监视 并且不怕盖亚再次笼络着孩子 因为男主看出了凯喜欢西安 所以别的女人才对他不起作用 凯成为盖亚的信徒也是为了西安 想让西安不被盖亚再次利用 海舅必须接下监视盖亚的任务 这样才能保护好西安 玉玲把盖亚当成了自己的仆人 但主动权却被盖亚牢牢掌握 即使信徒数量天差地别 可盖亚还是能将玉玲按在地下摩擦 突然男主意识到小罗莉的信徒数量不对劲 这里所有人加起来也到不了三万人 其背后有洛基的影子 为了不让低风攻打黄都 他将自己的部分信徒转给了玉玲 男主提醒洛基不要太轻敌 他当神明的日子已经快要到头了 过不了多久玉玲教团就会干掉他 可洛基却说自己从未轻敌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男主的实力 也是世上最了解他的人 コートで会え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 コートで会えるのを楽しみにして